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印尼日前公布总统大选结果 现任总统佐科威连任成功 但对手普拉伯沃质疑选举舞弊 拒绝承认败选 委员律师团提出选举无效诉讼 普拉伯沃的支持者也发动抗议 引发暴力冲突 造成多人死亡 700多人受伤 接下来宪法法庭将一程序 预定下个月28号做出裁定 宪法法庭表示裁定具有拘束力 期望结果出炉后 所有纷争也能跟着落幕 午夜时分 印尼的宪法法院筛报媒体非常热闹 印尼日前公布总统大选结果 现任总统佐科威连任成功 对手普拉伯沃拒绝承认败选 24号深夜尾由八人律师团 在宪法法庭午夜截止收件前90分钟 提出选举无效的诉讼 律师团总共提出51项选举不公的证据 包括文件事政和专家证词 普拉伯沃的副手桑迪阿加稍早也表示 提出选举无效诉讼是为了回应人民的要求 普拉伯沃阵营提出选举无效之诉 宪法法庭接下来依程序需要确认诉讼案 开准备庭和审理 预定下个月28号做出裁定 对于普拉伯沃阵营质疑选举不公 选举监督委员会回应 这次选举进行顺利 但是也有些小问题要注意 自从印尼公布总统大选结果后 普拉伯沃的支持者接连两晚发起抗议 最后都演变成警民对峙 暴力冲突总共造成8人死亡 700多人受伤 佐科威和普拉伯沃双方阵营 为此曾经会面 希望缓和紧张情势 印尼宪法法庭的判决是最终 而且具有约束力的裁定 宪法法庭希望6月28号做出裁定后 本届总统选举引起的争议 能够顺利落幕 中央社记者石秀娟雅加达报导 南韩首尔食品展近日举行 经济部国贸局和外贸协会 已连续15年支持筹组台湾馆 今年汇集台湾30多家食品业者 是参战以来少有的规模 积极向首尔民众介绍报道美食 这次很高兴跟外贸协会来到 韩国参加食品展 那我们公司的牛张芝呢 也是第一次来到韩国做推广 那目前客人的询问度很高 那希望能够在这边有一个好的成绩 台湾馆展出台湾茶 酒 各式休闲饮品 特色糕点 以及道地麻辣火锅 不止南韩消费者捧场 也吸引多少国外业者前来洽盘 南韩70%的食品仰赖进口 也是台湾食品第七大出口市场 加上南韩年轻消费者 对于多样化新产品接受度高 也促使台湾食品进口销售 进一步成长 中央社记者江远珍首尔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穿着菲律宾传统服装 跟着节奏摇摆 尽情跳舞 马尼拉北方小镇欧半多 一年一度的三圣节登场 街道上的舞者 跳着声誉之舞 十分热闹 欧半多的三圣节 被誉为菲律宾五月 最有趣的宗教节日 除了精彩表演和宗教活动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心心念念的就是祈求子嗣 我母亲最爱的愿望 我们来到这里 因为她想要一个孙子 所以我只是想要 我们来到参加她的求求 参加三圣节的祝诞 其实我祝福童子 如果你要想要更多 一连三天的弥撒和节庆 不分老少 不分种族 行之数十年的三圣节 继生育之舞 带给菲律宾和乐气氛 中文社记者陈延均 欧半多报导 天空不作美 时而下起大雨 但民众依旧不减热情 聚集围观精彩的杂技表演 台湾方式马戏团结合 捷克新马戏杂技团体 在周末的台北101捷运站广场联合演出 只见捷克人邀请台湾团队一同搞笑滑雪 即兴创作 破具戏剧张力的演出 带给观众十足娱乐趣味 他就喷水啊 用那水枪就这样 碰碰碰碰碰啊 觉得好看吗 超好看的 刚刚就是经过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然后就好奇的来看一下 对 然后就是 觉得台湾很少看到这样的表演 觉得可以有更多的表演的这种 可以好好的来欣赏一下 其实很刺激 因为我等于是到现在 到昨天我第一次跟他们见到面 面对面 前面我们都是用email 跟他们的经纪人沟通 所有的事项 其实我们很希望能够 透过这一次的演出 看是不是未来两团 可以一起做合作 表演节目奔跑把雪橇 全副武装的舞者运用滑雪装备 演绎了捷克人对滑雪的热爱 并将捷克式的幽默 进行展现 这种玩意的艺术 不是只有交流 而是交流 所以我们想要带一些东西 为了小孩子 年轻人 家庭 年轻人 即兴短暂的表演 仍吸引大批民众驻足围观 台湾与捷克杂技表演艺术合作演出 不仅带给观众周末的娱乐欢笑 更深化艺术长远合作 促进文化进一步交流与融合 主要社记者陈维温 欧俊台北报导 震撼鼓声想撤会场 台湾观光协会与旅游业者 最近到南韩收尔举办旅游推广会 特邀石谷级乐团现场演出 大展台湾热情魅力 台湾各个地方都非常的好玩 非常好的风景 我们的台湾人民也非常的和善 所以希望韩国的朋友到台湾去旅游 多多到台湾去旅游 台湾观光今年主打小镇漫游 盘点40个地方小镇客庄 希望外国旅客体验 最道地台湾的深度旅游 推广会除了安排台湾观光业者 也将宜兰特色花砖 高雄美农之三彩绘专家 请来现场绘制 展现台湾传统之美 观光的旅游产业 其实它就是一个为人类创造 美丽创造性感的一个产业 那这些像一个美丽的花朵一般 只要你用心的耕耘 把这个原地灌溉好 让它长出美丽的花朵 让这个美丽的花朵 可以刺担过出去 那我相信各地的旅客 都会真相而来 观光局大力国际宣传下 2017年南韩到台湾旅客 突破百万大关 18年台韩双方互访 更首次超过两百万人 南韩已成为台湾重要的客源国之一 驻航代表唐电文也期盼 观光局运用手机 网络行销方式 能延续南韩旅客 赴台观光热潮 中央社记者江远珍首尔报导 美国伊朗紧张情势升温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 将增判1500名美军 部署中东地区加强保护 另外他也绕过国会 出售价值81亿美元 约合新台币2550亿元的武器 给杀无敌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盟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这些武器用于贺阻伊朗 在中东的影响力 协助伙伴建立自我防御系统 但美国民主党则认为 这项军售案 欠缺合法及具体理由 没有把国安长期利益置于优先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